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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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對小說就是充滿了 你說這是我的執著也好 就是在我的信念裡 就是唯有 特別是在 目前就是當一個社會 看起來仿佛很有正義感 仿佛很黑白分明的時候 那這時候大概小說 應該是最可靠 或者是最根本的力量 就是讓你看到小說的時候 你可以撥開那個迷霧 你可以暫時去忘掉媒體給的標籤 去忘掉就是我們社會原先的那些刻板印象 而去對所有就是處境中人的心情 有一種感同身受 那唯有在那個釀的一瞬間 也許很短暫 也許只是閱讀的片刻 可是就在那個短暫的片刻當中 你有一種就是你有一種如得其情就會哀盡悟喜 你有一種將心比心之後 你突然覺得也許很多處境有一些社會的因素 我們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 有一些社會的因素 有一些個人的無奈的選擇 當然也有一些就是個人必須應該要負的責任 因為畢竟還是一個choice 畢竟還是一個事發當時的抉擇 可是就是很重要的是 或者也只有小說可以回到某個意義上 我想回到事件發生的當時 就是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晚轉那樣的結局 可以挽回 可以回轉 可以讓事情不至於走下去 不至於走得這麼糟 那些點是在哪裡 我想這些問題也只有小說這樣的文體 也只有小說這樣的文本 他問出來的力量看起來很微弱 可是卻最強大 就是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 他看起來好像不如媒體的定位 那麼直接 那麼有力 那麼深入人心 但其實也只有小說可以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之下 讓我們有機會還原 有機會看到就是人的心裡面 事情從來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有它的複雜面向 那也只有了解這種複雜面向 在我心裡我覺得台灣社會才有可能就是有真正的靜靜 有真正的那種對於事情複雜面的了然 其實是有促進於就是整體台灣社會有更多的包容 也有更多的 某個意義上 其實也有更多的互相的尊重跟了解 撇開目前的政治或者其他的很多的社會議題 那種寬容 那種了解 那種人跟人之間彼此的尊重 以及特別是在一個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社會充滿了不公平的因子的這個社會之下 怎麼樣就是讓我們的我們的社會往前走 我覺得那種理解 理解互相的處境 理解人有不容易的地方等等 那個藉小說這個問題可能是應該說最有效 也最長遠的意義 這樣的小說出來 坦白說一定有可能就是受到各種的質疑 就是是不是跟事情的發生太近等等等等 以及譬如說對於被害人是不是不公平 或者是說對於被告是不是何必要再去同情 或者理解一個犯下這麼大罪的人 那很重要的就是它還是一部小說 就是小說有它參照於真實的一些元素 可是更重要的小說其實是一個 是一種就是多角度的去詮釋一件事情 所以它跟真實事件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小說其實是 啟發我們對於事情認知的另一種的角度 所以它是另一種的角度 那我們社會就是或者跟我們的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我喜歡講的 就是庸俗化儒家的傳統有關係 我們都太注重善惡之別 而少去了那種對於優惟情境的發現或興趣 那在這一點上 就也同時就是 也同時就是對於那個多元或多元角度的一種詮釋 就是我們社會本來就少這樣一塊 所以某個意義上我們社會從來沒有準備好 從來沒有準備好去接受一個多元觀點的思考 或者多元觀點的質疑 當我們從小知道人之初性本善 就是這個性善的想法的時候 本身它有一種非常善惡分明的原型 就是那個原型原本就是小說這個小說所信仰的 小說所信仰的就是人心的優惟處的相反 就是我們的人心原本就是我們在無時無刻 都可能有善念也可能有惡念 就是對每一個人可能皆如此 那重要的是什麼事情讓這些惡念成為 後來犯下的不可原諒的所謂不可原諒的大罪 就是為什麼會做下這樣的事 那我們對於這個就是這樣的探討 我們的社會一直都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小說最主要的功能 其實是把簡化的 就是被簡單化的事情還原回去 就還原到它原先應該有的複雜面目 就不是黑 不是白 而實際上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人心的狀態很多時候 其實是有它的灰色地帶 那麼小說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包括我們閱讀小說的經驗 就是常常那個灰色的地帶 讓我們與書中的人物有了同理有了同感 因為它的念頭 無論那個是惡念還是善念 或者是某種的猶豫 某種的愁躇 某種的不知所措 不知應該怎麼示好的時候 我們也都有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 就是那種的共感 那種的同理心 讓我們喜歡看小說 那寫好說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的社會就是原本是一個 太善惡分明的社會 怎麼講呢 包括如果用道理來講的話 那真的是我們對譬如說一講到人權 就有人會說說 如果講人權應該去保障好人的人權 應該保障譬如說被害家屬 被害人的人權 但是對於被告的人權 就覺得怎麼還會有這麼多時間 去管這些無聊的事情 那好像好像這是一個總和 就那邊多了這邊就少了 其實人權就是人權 那麼對於不管是對於哪一方人權的關注 都有益於另外一方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破除的概念 那做別的事情在我們社會裡 可能都沒有什麼用處 但是小說就是你很容易變成 又變成一個二元的辯證 就變成大家爭吵不斷 或者是變成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議題 那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小說作為一個形式 或是作為它自動讓作者跟讀者 就是有機會去進入角色 進入主人公的內心世界 那個進入的一瞬間 我覺得才是真正的就是對社會來講 是一個和解的開始 那如果說能夠借小說的形式 即使受到相當的責難 或者是付下某些代價 可是如果讓這個部分 讓我們的社會往前走一步 像我常常喜歡講的就是 如果人心 如果每個人其實是很遙遠的過渡 因為本來了解一個人就非常困難 我想每個人 扪心自問都知道了解一個人多困難 可是如果那個是一個遙遠的過渡 可是你想要抵達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在峭壁之間批出兩岗 就是你不可能一步的過去 就是說與其劃分成 就是這個社會上的好人跟壞人 然後對於所謂的壞人 就永遠不了解 那它就是一個永遠是一個更遙遠的國度 那在整個社會不公平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之下 那實際上我們的社會 會更分化 會更趨於兩極 那怎麼樣去了解 與我們不同的人 與特別是與所謂好人 或是很幸運的這一邊不同的人 那個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 在峭壁之間批出兩岗 批出好的港口 就是如果是 如果它是一個很遙遠的國度 你要坐船過去的話 一定要在各個在峭壁之間 先找出一個一個的港口 那麼小說不過是真相的開始 不過是你找到的第一個口岸 如果是往前走 有助於我們對於未來社會的期望 期許的話 就是總是人總希望多了解一點 跟我們不同的人 對台灣社會這個時候 那不同處境 包括不同的社經環境 包括不同的生活水平 包括不同的城鄉差距等等 其實這些如果大家更願意就是 而且不是表面上的 而且真正從心態上 試圖將心比心一點 那我覺得對台灣社會 即使付出代價 即使我們社會並沒有準備好 可是還是應該一步步往前走 還是應該就好像那個峭壁之間 批出兩岗一樣 還是應該一次一次的用斧頭去敲 就像開路一樣 你總是要到達那個遙遠的國度